大家好 我們這一集在選舉之後 又稱決戰之後 陳哀稍微略落定 沒錯 但依然封煙死起 剛剛封煙才起 煙霧微慢 沙塵滾滾 在我們未進入正題之前 大家都猜到我們今天會說什麼 當然是說選戰 先說選戰 但在我未講選戰之前的預告篇 未講之前 剛剛有一集 我們三個人交往 決戰中環和如是我民 那是劣平四起 劣平四起 又說我們沒有養分 又說我們廢話 有意有樂 對的 聽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原因是什麼呢 很簡單 你知道我們這些關心社會的人 那一刻你留意一下 星期幾 那一刻是星期日 星期下午四點幾 五點鐘的時候 我們的心是選舉 我們怎麼會 心來得及講古羅馬 古埃及 所以你們是觀察得對的 我們是身在 古埃及 但是心在香港 所以我們是很分心的 我們做得不好的 希望你們原諒我們 但是我們下四年之後的選舉 可能都會再發生這種事 不過四年裏面應該 不用了 特首選舉將來 現在 都未到特首選舉 由他們現在所謂的宣佈當選 到他們宣誓就職 都會發生的 所以這個封煙四起未完 剛剛才會點火 我覺得 新聞日常有 我們今天真的多話說都不幸 我們剛才說一下周詠勤 大鑼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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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包 回來繼續包 如果你不乖乖聽話的話 可惜牠不是一隻貓 貓永遠不用聽別人 貓力色塞了你 管得你強力報門 另外我們會說一下習總 歡迎 解大 通商 通商要歡迎 不是歡迎 通商要歡迎 其實這是很真實的 我們稍後去講一下 首先我們講一下這個選舉 好選舉 兩位兄弟覺得這個選舉是怎樣 挺有趣的 我不好意思 我真的被人生氣笑老馬 我覺得挺有趣的 是的 有兩個現象同時出現了 既是新世代踏入立法會 你看看光沛的闊度很多 但是建制又沒有數 這樣才過癮 照計當時某些謀事的策略 就是盡量煽風點火 讓年輕人去咬泛民老餅 那些泛民老餅就下台了 那就如人得利 但好像從不得國這件事有效到 很神奇 而且他還多了職位 職位還多了 職位還多了 多了三職 所以是亂七彩 這個正常的 但是就出了新票王 朱海定下 朱海定下 如果看到別人打Pokemon Go 又說換月餅 又或者換雪糕 那些人經常都說 選舉又不見你這麼多人出來 現在厲害過Pokemon Go 這次終於百屌成菜 比竹精靈 真的百屌成菜 不知道關不關 因為有一個很過人的現象 除了年輕人多 今年的聲服最賴的是 老人家的票員 是很詭異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又有Crossover回去 如是好物 講這個靈異 選舉之靈異 如果按某些謀事的分析 盡量增加老年人口的參與的話 所謂沉默的大多數 自然就會反映出 一些所謂建制的理想出來 但是今次大幅增加 老年人口的參與 又似乎是反轉來走 變成建制反而少了 沒有好處 而且它的力度很厲害 動員的人力、物力、財力 真是嚇死人 建制動員的人力財力 顧之言 但有一件事 仍然是尋之中或者反之中 到底這個額外增加的老人家的數目 到底他們投票有什麼意向 首先我們更新一下 如果他們真的投到建制那邊的話 沒理由建制不贏 照計 很過癮 多數老人家投票 我印象中是61萬 很大 很大的額度 突然之間老人政治抬頭 不止素人政治 是老人政治 當然有不同的新聞頻道 NOW TV 也有訪問到不同的老人家 他們手上都有掌心裏 包括鍾樹根先生 那時候由於他的文字聯 不保他 他說自己出來參選 一會兒又拆掉了數目 夫妻檔 沒錯 今次夫妻檔 一起去幫老人家寫掌心裏 斷到正都沒有問題 大家看看後續會不會有什麼手續 不過這個老人政治 像蕭公子所說 多了61萬的老人家 如果數字有錯 請讀者更新 但是為什麼都能夠保不住呢 作為一個神算的我 有一個答案 那個答案就是 你多了60萬的老人家 但是多了200多萬的年輕人 總人數有200多萬 總人數大約220萬 總投票人數220萬 數學不好 220-61 那一站就是中清 中清掛了老人家的數字 那就理得你掌心裏到夠了 你看到現在選舉結果出來 我覺得是近乎我心目中的完美 如果選舉結果是一個人的人生 鐵板神算批命的話 絕對是上等命 人命分九等的話 已經是上二等三等 唯一我覺得遺憾在什麼呢 就是當然有些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會進去的人進去 還有有些臨尾走的 就是退選 為僱全大局而走的 都有一些很有質素的人 例如司馬民 我其實很推薦別人 是在港島區投司馬民 真的 但是他最後 他跟那邊幾個同路人一起 臨尾棄選 哇 拍案叫做 是 是 還要令到 那時候見到希望 真是 這個呢 就是司馬民 我見到蕭公子很棒 就是 在 在 司馬民一宣佈退選 蕭公子就 post 說是決戰衝環 就說呂宏一定很傷心 是 然後 我上心想 碎仔你都知道我傷心了 是不是 我那一晚 比失戀 我是真的哭 是 是 在哭 然後還在招呼客人 但我一直招呼他們 我一直說 你知不知道司馬民對選 你知不知道他的政綱很棒 你知不知道他不只管香港島 你知不知道新界 丁屋有關他的事 海水化碳也有關他的事 你知不知道這個農地復耕也有關他的事 你知不知道最好的政綱是他 整晚我一直在想 但證明你沒有看錯 是 證明你沒有看錯 你們這些無聊的人 有些人說我因為他羊腸而選他 那些人 你們這些人死 首先我是選政綱的 你們有多少選民 現在只能一次罵很多人 你們有多少選民 是看政綱 看那個人過去的足跡 而不是憑感覺 告訴你 首先 投得容海BB那個 容海BB那個 海恩BB 你告訴我你看政綱 你告訴我你看他的表現 辯論表現 你撐不住 說真的 你這幫人有憑什麼投票 我問你 帥哥美女 所以我姐姐也有些眼光 選候選人 選男朋友是沒有的 不過選候選人是有的 我選選政綱 看她的足跡,有一個人我留意到,跟我說的一樣 她說,我決定剛才馬雲,起碼她進去 她只坐在議會上,老公也腳震 另外一個人說,當然是選她 那時候她在雨傘運動的時候,她穿著一套老闆 在中聯辦國慶酒會撐傘 我的朋友J Lo死了 但我沒有看錯原因,是因為她力補那三個人 她一個人的犧牲,換了那三個人,真的可以進去 當然也有戴耀廷教授的雷動計劃 但那三個分別就是朱凱迪,朱凱迪 然後還有張超雄,張超雄本來很穩 第三個就是羅冠聰,三個都進去了 三個代表三個司馬民政綱裡不同的理念的人 約勢社群,這個當然可以說 香港人為什麼不想投給張超雄呢 因為說她太過關心弱勢社群,香港人的福利已經很慘了 接著那些假難民,那些有機會我們可以說 接著我們說朱凱迪是一個農地,土地用途 然後羅冠聰就是對於香港的前途自決 他不是說港獨,但他是覺得香港要完善自己一國兩制 所以是一個司馬民政綱分拆三份,變成三個化身 三個都進去了,所以老梁心懷安慰 而且你看看港島區羅冠聰的票是過五萬的 這個司馬民的推票功勞絕對沒有白費 深名大義,我們看到今年有些深名大義的候選人 好像港島區的退選的司馬民,還有另外兩位 還有新東的長毛 當日整個網絡的心都一直營著營著 嘩,四點啦 很多人說他正在輸,正在落後,他又成功了 不同的消息不斷飛,最後真的贏一千零五十一票 長毛,我自己是新東的,很少見他在外面為自己宣傳 很多時候是幫其他候選人,尤其是萬必等等去宣傳 他是把他手上本來可以做票王的,過了很多票給自己的同路人 而這樣在泛民之中比較少見 他真的說義氣到底,他這些是數十年內始終如一 不是始終不行,是始終如一 所以有一個貼文我們看到在Facebook 有一種君子之爭,叫做從不告急 因為你一告急的話,這個雷洞計劃 就是會互相分票,大家都想保送最多的法輪 保住的議席,有否決權如是等等 但是長毛不告急,因為其實這是一個很高尚的折操 因為他想保住張志全 陳志全,萬必 他想保住萬必,令萬必可以進入去 你要記得當年在大家為政總的時候 雙學為政總的時候,他也是跪下的 跟大家說要贏一起贏,輸就一起輸 所以他把自己放到最後,而他跟拿渣山的一千票 而且一道拿渣方角山是領先的 好像領先幾百票 那時候我們心都很震 因為新冬我投票,很多人都好像說 長毛一向都是很吸票勁 但我們真的不忍心給其他人輸 不如長毛分一票出來吧 幾乎就搞到他糟糕 那時候大搞到自己丟心口,哎呀不好啊 終於喝了一杯了,鬆了 因為那區都很險峻 還有一個姓鄭出來戒票 這個要說一下 戒了萬七萬八票 萬七八票,令到范國威也是相對很精神奇 而且還令到現在范國威的黨 新民主同盟有三個區議員脫黨 三個就無緣無故幫鄭家富拉票 范國威自己都失威了 不知道被人戒票,戒了人 那區很兇險 所以難怪兩位主持緊張要入獄 我沒有說話說 更緊張要看球 鄭家富有什麼理由去做自己人世界呢 你明知輸定 如果我們用邏輯去說 鄭家富是范國威的師傅 你們倆是沒有溝通的嗎 你要出來選,沒理由對方不知道 你不說就有原因 這次鄭家富用獨立身份出來 獨立 為什麼說他獨立 他在投票當日 才把那三個區議員拔過來 事先完全一點跡象都沒有 明明就是裝你彈弓 到最後一刻令你沒有機會翻身 沒有機會應變 他這個所謂師傅 他連基本的政治倫理道德都不顧 而另外那三個又不知什麼原因 讓他這樣做 其實這三個你們自己要後悔 你們是把自己的政治誠信賠出來 你們這麼年輕 人人頭上有個價格 你為了這個價格出賣人格 有些人不介意的 有傳說的 有很多傳說 這位姓鄭有收到一個大的金額 完成這個工程 因為新東 即是推幼大計 競爭激烈 據說他已經上了飛機 去了英國 他完成的政治任務 他就是要阻止泛國威入局 泛國威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他是本土的 但他那種本土 並不是我們叫做熱普城那種本土 香港人優先 是的 所以他是一個 的而且過去四年他好做到的事 所以一開始我說這次的選舉 是鐵板神算上等二級的原因 不是上等一級 最主要是因為泛國威入不到 另外就是快必入不到 這兩個如果入到 這個世界就不同了 泛國威不是輸很多 如果以長毛窄界來計 三萬五千多票才算 泛國威有三萬一千多票 只差很少 紅區另一個也是打著本土旗號 陳雲根 他又拿了兩萬三千多票 所以那一區是很空險的 所以為什麼長毛夠吉士 長毛夠義氣 我覺得他不是說吉士 他純粹說義氣 我輸了我都沒所謂 總之再推幾個志同道合的進去 就行了 你沒所謂我們很有所謂 其他區都是這樣就好 你不進去我們就很難看 你看看新界西多難看 有什麼搞的新界西 那個馮檢基 不是個人的問題 我數一個很簡單的數據 我上去寫出來大家已經笑了 真的聽到很空氣 那個首尾 就不是首尾 標美會那個 不過我這個人 就是三萬五千多票 講全名 講全名 我怕鏡頭被人扔掉 三萬五千多票 三萬五千多票 但是你發覺 所謂老牌泛民 數了多少 李卓人 三萬票 然後另外做一個街工 真可憐 馮檢基在那裡 萬七票 其實大致上 那一區的泛民票 差不多十萬都有 他那四個 就是剛剛聖河那個 跟著下來李卓人 那四個 是大約十萬票的 十萬票 很慘 你數一數就很過癮 三萬倒下十萬 就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三萬可以倒下十萬票 你憑什麼說 你有代表性 我不知道 問題是這一下 看得出 泛民之所以 沒有辦法 但是這個 新界西這個現象 就已經看到什麼事了 而新界西有沒有人要戒票呢 大哥 不多啊 沒有啊 新界西完全是被泛民協調 泛民自己 鬼打鬼 如果你就算計算青年新政 你當他是鬼 那還未必定 九千多票 所以其實 頭那五個 不是 你有個重重太 重重太 重重太 拿了五萬四千票 但是 不要說什麼 他裡面 譬如你說李卓人 和馮檢基 兩個有很大的分別 只是看回他們的訪問 李卓人他輸了 他是 是 一言接受 這樣說 他哭到七彩 然後說一言接受 我不會相信 但是反過來 有一件事 為什麼就是說 有時這個世界 私遠行頭 他根本不會理會和路人 居然有一個說法 就是 票王朱凱迪 現在居然有人說 怪他 是他吸票過 其他泛民書 如果你用這個邏輯來看 純粹用他 所謂那個 戰爭的屁股坐在哪裏來說 你可以說他對 為什麼 如果第一 那些老泛民 當朱凱迪 是搭檯的 而是瓜分到八萬條的話 瓜分 那麼他那四條約就入 你算吧 你算吧 就這麼簡單 所以變成一個很個人的現象 不是協調那麼簡單 到底泛民知不知道 這個民情去哪裏 我想問一下 有可能他們 當政區是肥豬腩 因為他不當 這個朱凱迪 是任何威脅 而他的假想迪 是什麼科 田北辰 陳恒彬 這些 很厲害 如果用他的方法來分析 從他這個 李卓人 馮檢基的老泛民來看 我覺得他是嚴重 錯股民情 嚴重錯股 所以你可以用他的邏輯 他的屁股 決定的老泛 怎麼想法來講 你朱凱迪過分吸票 是你們自己 你吸不到票而已 是你們自己 錯股民情就分了票 我想說 因為有一群本土派 因為有一群激進民主派 他沒有講港獨 因為假設你簽了臭小子 你就不是港獨 你聽到他的語氣 他的用詞 顯示用詞 都是介意的 因為有松太太進去 因為有青年新政 黃俊潔進去 所以就戒了 他是完全沒有反省 以及沒有能力去理解 他之所以被人唾棄的原因是什麼 而他還在時候輸了之後 他還在一念 不是亡言 一念怨恨 所以變成那個心態 或者那個 不要說是深空 因為以戰論戰 不好意思 我很少留意有人心態 不心態 因為以戰論戰 只是講戰鬥力而已 你看一下長毛那個戰鬥力 在他的區 所產生出來的效果 以及新西這裏 這班傢伙 那種心態所產生出來的效果 天與地之差 長毛60歲 很明顯 是啊 他可能是一屆 長毛60歲 跟他們差不多年紀而已 為什麼會相差這麼遠呢 一個是與時並進 甚至宅得更遲 一班還是處於一個80年代 或者90年代初的老根 你輸不要怨 怨是我們 怨是為什麼你們這班傢伙 害我們 長毛解釋為什麼他從來不告急 他甚至 他不告急不止 他還要幫其他的 其他的 互相人站台 因為 他說過 第一 他相信香港人的選擇 他這個 相信香港人的選擇 他給了我們一個信心 他說 因為我相信民主 他說我相信人民 他說 所以 就是說 如果他們 要選我 就選我 他們不選我 都沒有辦法 最重要的是 他說他不想影響其他候選人 所以這個 你想想多麼 不怪那些 很討厭長毛的人 想想自己做的什麼事 而很討厭長毛的人 大部分 根本不知道 議會發生什麼事 亦都不知道 香港發生什麼事 我經常聽很多 那些 多數是 有些 新光頸利亞的中產在罵他 他說 嫁壞小孩 暴力 粗魯 仰偶噁 你問長毛做過什麼 多了 是不是真的要數 老老實實 我只說一句 他只是今次選舉所做的 已經夠多了 不用說其他 香港政壇的第一盒事 我想以後都很難再出現一個這樣的人 幸好這次長毛真的發揮到關鍵作用 否則我不知道關鍵少數怎麼補 而他做出來的榜樣 對香港的政治 真真正正的正能量 原來有人在最關鍵的時候 完全是不理自己的政治利益 純粹是為香港整個大局出發 長毛沒有得談 所以新東 除了有海恩BB 還有葛博士之外 其他都是人 當然 當你有這麼多的泛民 去追擊那兩個肺 一個是假學歷 另外一個是唱K 飛的水貨客 直到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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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那就沒事了 或者不回答 我們就拿來笑 可以看 新東是好看的 他到時在議會中的辯論 但是在新西裏就自己出事,你自己數一下 我連阿松太太也當她歸為建制,我不會當她是泛民 你想想你只有一個國家旗,陰公,還有誰?沒有 田北辰也不是,沒有了,慘了,被圍,被夾 尹兆堅 但尹兆堅今天收到信,今天還是昨天收到信 刀片,連白色粉末,連續三天收到刀片 所以你想想,新西裏不團結,你自己沒有溝通 然後有一堆完全無法評估時勢的老人政治抬頭 還要繼續阿偉,而且阿也不要緊 麻煩你評估一下情況,現在的局勢是什麼 我覺得你那群選民也好,選民多說一次 看政綱,看候選人的足跡,你真的做了功課 你那一票是影響四年,你是不是連那四十分鐘的時間 都不能夠放下去呢?其實你選幾條YouTube看看 NOW TV也有論壇,商台也有論壇,周圍都有 候選人所有的政綱,其實很多網站都放出來 做了一個懶人包 這裡有兩個看法,呂王說的很理性 正常議會民主的人會這樣看 但香港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 這是一個很高難度的事情 當然我們應該去看政綱,應該去做一些基本事 不過在一個不正常的議會選舉裏面 其實都要實出國際的 沒有人見過香港這麼古怪的選舉 我就純粹以戰論戰 其實我不看政綱,只有我看你站在哪邊 我當你踢球而已,左邊又 我說鬼知道你是人是鬼 我只是看你任入球而已 所以我會評論這個新西 第一,肯定嚴重錯估了新的人出來的影響 如果他錯估了鄭松泰,也機會不高 因為的而且確,他那邊 那麼多人,那麼大胖的人支持他 但是朱凱迪是單拖的 所以很明顯猜錯了 故知別人可以說他自相殘殺 但是猜錯這件事的影響多大 這個更嚴重的,不是政綱不政綱 現在沒有在自己區和選民把過密 到了新西的人想要什麼的代表 這一下就嚴重錯失 所以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他真的想著,那八萬票不應該是朱凱迪拿的 如果八萬票分贓的話 這四個人可能是三個人進入了 有可能是這樣的想法 但你也要考慮一下 為什麼別人會選一個,朱凱迪也不選你三個 即是一個敵十個 他們是不明白文情 不明白自己的對手,例如朱凱迪 也不明白自己 到底是在面對什麼 例如馮檢基,如果你是集中力量 向九龍西 尤其是經營他 馮檢基是空國內新西的 那你可以怪誰 那你可以怪誰 甚至可以反過來說馮檢基是嫁人票 他真的嫁了票 根本已經嫁了李卓人 如果不是李卓人就進去了 李卓人進去了,很關鍵 泛民多一票 聖河那個 一上一票 一上一票是兩票 很厲害 所以變成以戰論戰那些傢伙 我就算不看正剛才算 他整個選戰部署 尤其是新西 是失敗到不得了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天真 天真叫也好 不知道 不是惡意戒票 不過是有戒票後果 就是自戒 你說李卓人和馮檢基 我認為兩者是不同的 當然如果你沒有馮檢基 你加入了李卓人也好 你加入了王浩銘也好 黃浩銘可能有人覺得 太年輕 知名度不足 活在長毛的陰影之下 如是等等 但是我覺得你那個光譜 就是需要那麼左那麼柔 那麼闊 才能夠達到平衡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很棒的是什麼 很棒的是我們要跟海恩寶寶說 就是這個耳症的時差 耳症時差 我們今天值得討論一下 為什麼要說這件事 你發覺之前的民調 和出來的結果 是有很大的落差 差非常之遠 你要記住 在一刻 是毛哥和容海恩叮噹碼頭 很快 容海恩就拋離了 就輪到毛哥和拿渣叮噹碼頭 跟著之前港島區的話 就葉劉就一向都排先的 葉劉就一會再剷它 但羅冠中一直在說 是未必得的 很敏的 而甚至香港01 當然大家就說 是紅色報紙來的 你不要相信我明白 但是呢 香港01曾經出了一篇 他說港島區泛民正 只有陳淑莊 你看到落差有多大 這個落差是不同的傳媒 都有做過疑似的 而是很失敗的 令到選民很難得 很有策略地去投票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贊今次的選民 他沒有人跟你配票 沒有一個組織票 還有這麼多 把名單都亂了 還有今次的選民 是故意破壞別人去數票的 烏超站調查 每個人都這樣說出來 隨便一定回答國家 但是他 你看一下今次 選民是怎樣 我們身邊很多人 他們已經 你玩這種配票 他們是連看我們來 連帶我們來 每天都... 我們自己來配票 自己親友配票 自己朋友配票 自己算數 我們不相信 我們不相信任何的民調 不管你什麼雷動計劃 我們都不理 我們就自己來 所以我們互相用 各種的通訊方式 應該投誰投誰投誰 大家是互相談過 全部都是自己消化過 而這個出來的結果 是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好,這班選民我們真的要尊敬 而且都發覺水準提高了,不再給你任務,什麼鐵票,什麼組織票 上次我已經說了這個分水嶺的新形勢,為什麼大家會很激動? 我通常都很激動,因為我所謂的新形勢是什麼家科,正如阿洋真的一刺爆 這次在沒有了大台的情況下,由下而上,選民自發去做事 這是很神奇的情況,如果一個公民社會成熟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指標,所以很神奇 雖然有人說議會現在是碎片化,那碎片化我不覺得 因為所謂議會時候的政黨碎片化,議員碎片化不理你 但公民社會本身是可以做到的 我覺得公民社會走前了 因為這麼大的限制和破壞之下都不能做到的,很神奇 為什麼我依然有一個很大的問號在腦裡,轉來搞不好 我還沒看完這些步驟 雖然說出了,我還是要慢慢讀 你之後是打破三盆問答答的人 就是二百多萬人投票,主要是老人家出來 但是建制是沒有數的 得票率的總數升幅 是跟你選民的升幅不成正比的 所以如果你說一定是某些選舉機器動員到老人家出來的話 有部份你可以說是,你可以說是掌心 我已經說世代,我甚至是很主觀地都想著你會是 不過結果不是 我要回去看看我的行動,很重要 即是有機會有一部份身頭的老人 沒錯,是投票在年青人那邊 年青人那邊 極有可能 年青人那邊,或是非建制那邊 所以這個投票的配搭,我還要回去討論 因為這件事跟先前有很多假設不同 甚至我有部份假設都不同了 另外一件事是很過癮的,連月曾可能說得對 即使如果你說是因為年齡組別向上升,人口老化 令到原本熱血青年變成老人家 在二十年裡面 熱血老年 連月曾也一樣可能沒有說錯 你那群人的年齡改變,跟你的政治立場是沒有關係的 你年紀大了,你可以不保守 一旦可以變成熱血老年,民主老年 你那種參與人數、年紀、組別的變化 以及你對於香港是否要自決、民主這件事 原來未必一定有,這個很恐怖 這次的分水嶺這麼值得研究 連這個現象也有很多心情要打破 非常過癮 所以作為一個選戰研究 不像李宏這麼說的原則 我沒什麼原則,我這人很拿名 純粹說,以戰論戰 這一下就是很多對戰的假設,是不行的 這一下非常過癮 如果你說光譜闊了,其實光譜不是很寬的 如果以梁振英的說法,是很明顯的 有很多反對他連任的人,是不能夠當選的 他沒有說很多,他就說反對他 反對他連任的人,有很多人不當選了 下選什麼之類的 不過,我們發現一個很過癮的組合 主要是建制派他的粉絲下台 很過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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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的功能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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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他投票頭不軌 他建築策樑 他是什麼人 他最大的粉絲是娥姐 娥姐 娥姐,死了 娥情變 娥情變暖 娥情變暖 影光出來 A不要C 我們那些傻小姐 很浪漫 那些傻小姐 改圖假直經 很浪漫 但是感情發洩完之後 玩完之後,就看看 姚重賢那個出線 是很過癮的一件事 梁振英說,上方保護人 是批什麼呢 主要是批建制內的反對派 很過癮 他所做的所有事 都是為自己連任鋪路的 全部都是 而他的假設有什麼加科呢 就是泛民也好 新世代也好 其他人也好 你無論議會怎樣 都不影響他連任 很過癮的 為什麼呢 你看回那個選委的組成 和你立法會的造成 關係有多強 明白嗎 所以變成說 兜個大圈 說回來 不要單單一條線 看著立法會選 不過上次很久以前已經說了 你參考老董的情況就是 就是 當他控制不了議會的時候 他會腳痛的 明白嗎 所以這次有人說 他故意製造了一個 NOID的假象 引開大家注意 就是 這幫港獨 撲到行線風點風 大家只講講到問題 就不講ABC了 很明顯那條線依然存在 而他 又是Freudy & Slip的鬼拍後尾症 第一時間爆發的 就爆發很多反對他連任的人落選 原來是指那幫 也就是說 在梁振英的心目中的戰場 和整體公民社會的戰場 不是同一件事 他是另一個戰場 另一個戰士 而他認為那條戰士是成功的 他不是我們心目中所說的反對派做戰場 不是主要對手 而是建制選委那一群 沒錯 這件事 大家要保持頭腦冷靜 特首選戰 還未完的 特首選戰 在立法會投票之前 殺出一個有份報紙 殺了一個捧爭 除了捧爭 還有另一個爭 就是司長曾俊華之外 我自己感覺 西環似乎是想捧葉劉 你看葉劉的得票 其實贏到開行 根本不需要這麼多 第一個去借票的葉劉 而且也不需要這麼多票 各位 你雖然說第一個去借票的葉劉 但我也要提到一件事 就是在台上沒有份 也都是葉劉 他是贏到開行的 記住他拿了六萬票 但上台的時候 他是沒有份的 真是Queen of Absence RIP Regina Yip 這是司馬雲所說的 真是多謝 他真的不能捱 而且需要她的beauty sleep 到那個程度 你看到AY都已經搗牛角包 大家也睡到瘋 嘴唇白了 口齒不清 但他真的要去睡覺 可能是敷了睡眉膜 這樣的人來投給他 我立即是說到 那些人是不是盲 有多少人是因為盲而投 這個我不管 但也是心理反應 我經常說的 心理反應 這些小動作 表示了甚麼 他注重的是去西環借票 沒錯 不是在台上去借票 因為票員並不是來自於 對 這件事也是海恩BB為甚麼當選 你看看他論壇上的表現 為甚麼這樣都行 我覺得他已經不是個人才幹的問題 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我是不懂 我是不回答 我是亂說 那怎麼辦 我贏了 其實大家看看 我們 其實我來的那個 就把我們 楊卿的帥仔相 還有楊卿在自己的Facebook 那段文章 封筆 我只要搬過去 大家一看 馬上來想想 你看這桃花多厲害 楊卿小心一點 不要笑 這是正經男人 不要擔心 一百五十幾個讚 大陸 不多 你說得是好的 因為在這個傳統的中國政治裏面 我不是只說中共 是中國政治裏面 最重要是聽教聽話 什麼時候跟你說獨立思考 誰會跟你說 你應該要批判 你就是要聽話 因為你越有獨立思考 你越難受操控 他就是要你不懂 你不懂 我叫你禁制就禁制 我叫你投票就投票 你根本就是一個人形的童章 人形 我甚至不是橡皮 就是可以之前這樣 正確會脫掉 就是為什麼 那群老建制 都還有少少心 少少老 他都怕他走出街會被人打 他都怕他會出街變成一個過街老鼠 所以他們都會 謝廖頓也好 等到法叔也好 什麼原因都好 都會集體離場 除了事由黨 因為事由黨認為自己有獨立思考 他認為我是跟著命令 那我就做 但事由黨 你看一下你 這個盡忠職守的下場是怎樣 你的周韻勤被人兇到怎樣 對不對 所以老共要的東西 是你沒想到的 你這個時候 你是跟著命令 你是坐在那裡 八條人 對不對 但是你到最後 你的人都被西環移動 那周韻勤爆了 是啊 很可怕 是啊 在之前已經勸退 接著就說要你棄選 還是去到深圳 三次 找一個認識了十年的人 哄他過深圳 有三個來自北京的人說 棄選 然後在投票之前 離開香港 點完片才回來 等等 這三件我都做完了 你不要動我家人 不要動我身邊的人 都很可怕 如果是真的 所以你發覺 為甚麼就是 我覺得那個矛頭的指向 很過癮 就是 對於建制裏面的反對派 才是出手最狠 出到這麼大動作 第一 沒有人叫他建制派 地運 沒有人叫他建制派 既然他已經選擇了 那麼他被人兇 關人鬼事嗎 就算這些反對的 屬於反叛的建制派 就算一些根正苗紅 忠心耿耿的又有甚麼下場 因為忠心的標準隨時會變 而且忠心到底那些 是最好拿來犧牲品的 因為你就算被犧牲 你也是對黨盡忠 你為國捐區 所以王國 做甚麼 他在做甚麼 他在偶無 他在表演偶無 不好意思 你為了超級區議會 為了補個 各位小朋友千萬不要學 他看不到 他出鏡頭 超級區議會 為了補周浩鼎 民建聯的 他犧牲王國興 工聯會 最嚴重的又是 新東 為了補這個葉劉的 一個可欣BB 他竟然 將鄧家彪 工聯會的鄧家彪 斬下來 我們先不要理鄧家彪 我們對鄧家彪的政治立場 有甚麼看法 總之我覺得他這個人 對版過這個可欣BB 很多 他是由這個工會代表 轉去普選 而且他起碼是認真對待選舉 而不是一種 我不懂嗎 你吹嗎 我要有新人的變 他真的做幹部 他真的做幹部 而不是只是做代表 而是差很遠 有時候我很喜歡聽他們的歪理 因為你辯論的時候 你都要靜反兩方 即使反方根本的心在正方 他都要做反方的角色 立場決定一切 但你現在看建制和泛民 就是在做這件事 但你也不要令辯論 議會裏面的質素太低 我不介意你是建制的 OK的 只要你說的話 你貿論中有些道理 你比較威風一點 或是你貿論中有些道理 或是你貿論中有些道理 我都覺得OK的 但問題是海鷹BB的人 簡直是說不出話 或是亂說話 亂說話 亂說話 九不答八 只是反眼 但你看看現在的 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港人治說這件事 在駕空道的程度 只要西環首肯 只要西環加持 就是那些事都可以 所以有份很過癮的報紙 忽然之間轉向去 去馮西環 炮打司令部 選戰非常過癮 戰線多到你想像不到 因為這條戰線已經超越了香港地區 你想清楚了 連特首選舉都不止了 你想清楚了 所以這一下已經說到 習派的來亂在北京延續來香港 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奇怪 就是剛剛大家 為什麼西環寧願犧牲一個最根證苗紅的工聯會 引起類別這麼大的反對和抗議 都要拿容凱欣出來擺上位 其實我感覺一件事 加上葉劉的票是贏得這麼多呢 其實他是有意把葉劉捧得更高 凝聚更高的所謂民望 作為一個689的計算B 會不會呢 民望和計算B 不是承證比的 阿楊有一件事的分析是沒錯 的確是要掃出一個港島區票王出來 這是真的 但他要吸徵的目標 又是那一句 不是我們這般的賤民 明白嗎 所以如果你用同樣的邏輯 他是要讓建制派看到 他那個加冕的能力做王者 他有能力 怎樣誰贏就誰贏 這一下才重要 同樣道理 跟689一樣 不要留意 他最主要的目標是 在於他那個特首選舉選委裡面的票員 即是說 你只要不反對他連任 支持他連任 諸如此類 你就可以在建制那個圈裡面 得到你想要的贏 我有陰謀論想問一件事 大家都已有聽聞 就說葉劉有意角逐下一屆特首 不是今天才知道 當然不是今天才知道 會不會是一個太公派 豬肉給他作為安慰獎 就是說 這個 是不是瀕雞師臣 錨雞師臣 即是瘋性的雞 假裝公雞去剃 是不利的 就是這樣 中國出了一個武則天舊 所以 葉劉你不要選 這次都是雙爭之戰算 不如你繼續 我補你做一個立法會 鐵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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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選 就是屈屈屈華寬 他認為自己的能力 超越他自己所坐的位置 他度完金 過完晚河回來之後 他依然被人看到 是想要問政 而問政的線 原本不是議會選舉 你想清楚 所以變成議會是其中一個平台 正如剛才所說 他第一時間去借票 走去西環 所以就是 是兩條戰線同時發生 特首選舉 和立法會 立法會可以說 是特首選舉的前哨戰 如果反過來看 你明白嗎 所以這次 怎樣說的 或時代也好 分水嶺也好 過癮了什麼 前哨戰裡面 是隱含了很多訊息 而這個訊息就是看得到 其實 梁振英不介意有港獨分子入議會 甚至不介意有本土人入議會 我覺得他想 也不介意有反對他連任議會 他最主要的是 不想建制派 即是特首選舉的圈裡面 再有這些反對的人存在 輕鬆不同了 有聽眾問 有幾個聽眾問題 我們都要回答一下 第一個就是葉劉 會不會做立法會主席 現在幾個人貼出來也不是貼他 也不是貼他 貼謝偉俊也不是貼他 據說陶謹申也很接受 居然 陶謹申出聲 是泛民的大腦 第一泛民有沒有腦 我不知道 大腦 另外有一個聽眾說 吳應跟我說 今次的選舉 是二等命三等命 港島三比三頂住 叫做好些 九東西差不多是預知佔果 新東西被無間道成功推了西環契仔契女 入立法會 鄭和馮一定落地獄 鄭就更加要十八層 鄭下不落地獄 我想他現在正在英國疏忽 他是不是有一個政治任務 而做這件事呢 拔了三個助選團的人走 這個大家都可以說 鄭什麼什麼之心 老人皆見 三個區議員 不是普通的助選 非常重要的莊腳 是的 區議員就是平時對開市民 最有立票能力 而且這麼年輕的區議員 一定是為自己的政治前途著想 你現在的政治誠信沒有了 你以後怎樣走下去呢 這條路 我不一定的 可能是做局長的 用什麼轉頭和我加身 為什麼我覺得是二三等呢 第一 葉普成 只是入了一個崇太太 其餘四個 連同我們說老一輩 脫節的泛民被淘汰出來 我覺得是好的 我覺得現在是需要有新血入 而新血的確是入了幾個 而且你看到這個朱凱迪 作為直選的票王 這個也是反映 市民現在真正的投票意向 是在於實幹營的 已經超越了口號 還有口沒橫飛 還有這一群很激動的 在鏡頭前的辯論 而在鏡頭後做不到事情 應該同意 所以我覺得是好的 你說九東西和新東西 不是呀 新東幾好 是新西大鑊 新東我覺得 當然我欠范國威 六對三 我欠范國威 我知道 我也欠了這個 還有誰 欠了什麼進去 范國威 沒有了 主要是范國威 只欠一個范國威 沒錯 然後九東沒有了譚德志 然後在新西沒有了黃浩銘 或者李翠仁也好 其實我覺得 已經相當之好 你問我最大遺憾 當然是沒有司馬雲 又是要去這一個 但是 其實你知道西路環加持的人 一定會進去的 如果不是成報 這幾天不會拼命的開炮 而這個開炮 不會是事出無因的 我現在先去洗手間 兩位繼續說 不好意思 你們繼續努力 好 為什麼今次這個戰果 我的看法的輕重不同 會變成一個特首前仇戰 我想梁正在心中都是這樣 鬼拍後尾 他也是爆這件事出來 剛剛蕭公也說過 西環要做出一個我做王 做王自己的贏者 你們這班 即使根正苗紅也好 都可以犧牲 你不要以為 我就一定支持你 必要時可以隨時犧牲任何一個 很多人排隊 還有契仔契女 那個情況就一如上一次 斬了曾德成一樣 極度難看 極度侮辱 問題是你肯接受這個侮辱 那倒是 你說你是他親生兒子 你敢不敢脫離父子關係 你認黨作父 你又要知道 黨性是甚麼 你可以隨時被犧牲 工聯會 即使你最根本 工聯會 六七年的時候 搞暴動 都被港英打到七彩 他們的犧牲是非常慘重的 幾十年來 到今時今日 仍然是一個被犧牲的對象 工聯會 所以你們自己想一想 到底你們是否還要繼續扮演這個角色 對於他們來說 可能是一種光榮犧牲 那就不要怨 每個人的樣子都沒有怨 好像怨甚麼都沒有怨 極奇怪 實在他們有沒有怨 這是另一個問題 至於呂王說 范國威很可憐 我覺得有些人說 范國威的黨 要準備滅黨 呂王進來 的確是這樣 所謂滅黨 不是議會的變化 如果說 你連雙腳都被人移動 才是最嚴重的風險 但我覺得 也不需要太過 對范國威的新民主同盟 太過悲觀 因為他們的地區工作 其實都做得相當扎實 那他要反彈 他要恢復元氣 上次 對不起 我回答一句 你要知道范國威這次死得很冤枉 他完全不知道 看不到 防不勝防 這是特襲 這是很狠毒的 很狠毒 你不可能計劃到 剛才阿楊說得很好 他不只是找一個普通的 三個助選團 沒甚麼叫戒票能力的人 他找了三個區議員 那你就知道殺傷力的非同小可 是這個武器的殺害 而且加上時間 那麽關鍵 其實都是很處心積累 但范國威上次 也是年底 去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 他是76個贏15個 因為他的地區工作很窄實 加上那班人還是年輕 即使沒有了三個叛徒 他還有12個區議員 上次的成績 是有一點點叫做telltell sign 亦都說 今次不只是泛民計錯數 西環也計錯數 很過癮 所以你經常說好死多 心旋都改過了 我回去有時間看數 為甚麼呢 正如阿楊剛才也很準確 所以阿楊很棒 阿楊很準確指出了一件事 就是上次范國威的選舉成績太好 高度被表揚 因此 上次我講過篩選機制 是甚麼加坊 誰最重要是誰 亦都是預先討論 去爭論他 這件事是沒有改變的 但那個決定的機制 是較早前做了 所以臨尾那一刻 所有不及青年申請 駐海敵跑出的時候 全世界都啞了 亦都說不止是泛民計錯數 西環也沒有計錯 可能西環也計錯數 那你說是不是鬼 就不覺得 問題是起碼那些人去爭論 就是指定目標 例如范國威 一早已經部署了 姓鄭這傢伙 已經立了三個裝腿 臨尾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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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重火力 戒票我未見過一個戒得那麼狠 戒得那麼動火力 而且真的把鄧家彪的票全部拿走 他只是靠他的所謂貼票 沒有配,沒有支持,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兩萬多 長毛也三萬五 所以整個部署不單止是泛民計錯數 連西環也計錯數 這個遊戲是誰搞出來的 這個遊戲規則 可能是上來自己計算 你搞到複雜到機關算盡 搞到自己的數目也計錯 所以有時候做人不好 他得那麼絕 但沒有辦法 他的天性就是這樣 他的黨性就是這樣 他是鬥爭裏面長大的人 你不怪他 他心裏面就是鬥爭 證如你叫老虎獅子吃齋 有沒有可能 他是要拿到盡 但我覺得你功能組別已經拿到很盡 十二個自動當選 你還想怎樣 現在你的比例還是 功能組別都有變數 大家經常說 你兩條戰線 大家經常說 因為我是民主派 所以我不喜歡這個功能組別 但這裏是我 對不起 我不敢代表民主派 客觀分析 這是民主派最大的敗筆 愚蠢 一開始 你不積極參與這些小圈子選舉 你是白送給別人 上次 李卓人的名調 我說他是前後輸三票 不是這次選舉那麼簡單 為什麼 他自己的位置來計算 他不再參與勞工組織代表 你想想香港勞工組織代表 除了他那個職工盟 之外 你也想要送給公聯會 三票 我就不當你送三票 我當你送一票 我當你送一票 問題是那裏送走一票 你自己坐在直選那裏 那年輕人要怎樣出線 即是機會召喚 直選少了第二票 今次輸了 然後三票 我不計其他人有沒有機會 老泛民有一個問題 尤其是八九六四那件事 令到他們有可從的道德包袱 總之功能組別不道德 我就不參與 政治潔癖會死人 他們就是太強的政治潔癖 政治是說妥協的 不是妥協的 簡單的 遙重嫌 隻身入虎穴 我就單挑你建築七十兩屆 梁振的地盤 我就贏給你看 如果你用政治潔癖來看的話 那遙教授不應該參選 他是罪人 他和珠海敵是同志 就是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為什麼你不爭取這些票呢 這個是傻的 社福界都可以 都可以補到 都不錯 社福界 資訊科技界 有八席 包括醫學界 另外還有 鼻藍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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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做一個IT那邊 上次Charles 都怕鼻孔都侮辱 不好意思 自小叫 死人Charles 他都嚇到鼻孔都侮辱 查爾蘇文是甚麼 莫乃光 巢皮 所以Charles 他怕鼻孔都侮辱 因為他非常重票 幸好他贏 如果不是IT都沒有了 還有另一個批發零售界 歐樂軒 這下單挑夠僵 不過批發零售界 有很多部署 不是很快 但他拿到1200多票 就不差 人家也拿到2200多票 即是說 我叫了你某部份的票 我叫了你 那股牆下的腳 叫到多少 其實自由黨是害怕的 我真的害怕的 沒辦法 我覺得這次的選舉 對自由黨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他真的要吸收這次的教訓 建制裏面 都有分人鬼 建制裏面 都有優劣之分 而這次自由黨之所以 會這麼慘 連他自己老大老頂 沒有了 然後 另外 自己的馬又被人兇 在於什麼 你根本是一個建制裏面的泛民 不是建制裏面的建制 他不是民戰聯 工聯會 所以當你 其實不屬於那邊 你又硬屈去那邊的時候 你就是人不人鬼不鬼 他第一天已經有問題了 他想轉型做直選代表 難度高到不得了 難度高一件事 但自由黨 他有些事情 他是不敢放 例如 裡面的20元張 他根本是自由黨 是負資產 大家有沒有留意 你不要理會當選 他當選 他還是在飲食界 香港的飲食行業 在他這個代表底下 那個文化搞什麼 女王很清楚 你都是受害者 而他今次 有沒有保障業界利益 你看看 今次我聽他在收音機 或者其他地方說的那些 經常說 最低功能怎樣壞 又是說回以前那些很糟糕的事情 根本是幫自由黨 倒票下海 你到今時今日 你田北進自由黨 仍是抱著一條負資產 我告訴你 他不是倒票下海 我解釋給你 任何做飲食的人 都媽媽聲 我說老闆 飲食界的老闆 每個人都叫苦連天 很慘 請不到人 租金又昂貴 租金又昂貴 但租金又昂貴 他們不能出聲 為何呢 大飲食集團的老闆 自己都持有很多物業 沒錯 他自己本身是一個paradox 自相矛盾 他租人的那些 他就在那裡吵吵吵吵吵吵 但他自己持有那些舖 他就穩穩陣陣 所以他自己性格分裂到怎樣 左右上下分裂 但他依然覺得 不應該加取低工資 為何呢 因為你怎樣加也好 他的租金也是要交 因為他不是攬佔所有舖 所以這個20元章 他就會令到那些業內的老闆 很支持他 但是業內的打工仔 就很討厭他 所以他沒有辦法 拿到一個兩寸 他就叫他多點和石禮謙聊天 現在最嚴重的 飲食界最大的問題 永遠都回到租金 他是不斷淡化租金 經常說租金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人工 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飲食界最嚴重的 就是最低工資 最嚴重的是人工 永遠不敢碰租金 因為租金是觸動到 大飲食集團的那些物業利益 這個才是他們最重要的收入 賣多少碗吞麵 不如我收一個月租好過 還要是不用做 不用做 真可憐 所以這次自由黨是兩面不是人 當你自己的定位是這麼含糊的時候 你要做建制裏的泛民 你又想慢慢轉型 難聽說 唐西亞菇要從量都容易過他 當然 他是從不了量的 因為我們眼中你就是建制 但是在爺眼中 你是不忠於他的建制 因為你有挑戰 因為你是會走出來骨頭骨小 你看大田小 經常嘲笑其他建制 為什麼 他覺得自名清高 歌人一等 但他不知道原來在爺眼中 隊形才是最重要的 我管你至少180 你和容寶寶寶 至少只有60 都要摟頭摟頸 因為我要的是聽話 所以我貽這篇文章都選得非常之好 這是見過好多的 例如你見到工聯小花 然後他們出來也是很乖的 INT 對答等等各方面的資料不夠 二來他們很害怕錯 他們培養的就是你要聽話 你做得事,但你不能夠犯錯 只要我穩定不要犯錯 這樣就可以了,可以選區議員等等 但有一個問題,他們永遠 這樣培養出來之下,他們的創意、勇氣 各方面他們都沒有辦法進行 跟真正那群年輕人在街上打出來的 是完全兩個世紀的 因為學你一篇所說 完全不是靠財幹 不是教個人的識見與能力 完全就是你要在一個聽教聽話的系統裡面 就靠這個阿餘奉承 以及靠這個服從指令 主要服從指令 而獲得這個提拔的機會 他們都很怕拆鞋子 有的 有的 小心點 你也對 有的 對,也有的 有人問一個問題 就是 雖然呂皇不喜歡王老邪 可不可以說,議會少了他算不算可惜 兩位答 我又不答 我自己覺得他的歷史有沒有完成了 你喜不喜歡他也好 他在過去這二十幾年來 都開了一個論證、異證那種風氣 包括這位國師 你說自缺也好 成邦等等 或者是本土等等 很多都是國師 開了風氣在先 他們選不到進去 是他們本身有問題 例如樹敵過多 他自己都很承認 我覺得他過往的貢獻 有的 但是呢 如果給我 我一定不會投了 我認為真的 比其他年輕人上 但是他的學問 他的論說能力 和過往做過一些負面的一定有 不用說了 但正面的那些 都要肯定 就不要一偷打殘 很多人掃黃成功 很開心 有他們值得開心 但我覺得當中也有不少的私怨成份在內 等下你們又怎樣看 所以為什麼我不留言 就是這樣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太過分析 如果又是那個 以戰論戰 我經常都會說這句 很少冷血的 以戰論戰來計的話 你不論是捧他也好 踩他也好 都是另外那邊著燥了 很重要 所以不留言 有另一邊 但是我又這樣說 他的另一邊是很難界定的 因為他到底是哪一邊 這件事都可圈可點 你問我 阿楊說的是對的 即是說他的 黃老邪的中文程度 以及他在議事堂裏面 異政慈嚴去質詢其他的議員 甚至去相差梁振英 我們都看得大快人心 但是你要記住 我一直所說的 就是投票是要很理性的 投票並不是感性 並不是說 我看他做節目 大大聲罵完之後 很痛快 他罵得很好 幫我虧了份 記住 我們香港人 不是要虧了份 我們是要解決到 現在當前的困局 現在你看回 為什麼我不購入他 不是因為什麼私願 老實說 三大邪惡人 我最少交手的就是他 其餘兩個 我是有 up and personal 的交手 很支持其餘那兩位 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這麼討厭他們 因為我和他們的過重 甚密 那些細節 是我不能在咪前說的 我簡單說 如果你的女兒 或者你女朋友 或者你老婆 是我 而經歷過我所經歷的事情 你砍他也像 我這樣回答你 但是 黃老邪是我最少交手 而為什麼我這麼反對 就是很簡單 你看他過往的足跡 我講過很多次 看政綱之外 要看足跡 你問我 永續基本法 我都覺得是廢話 我也之前講過 為什麼我覺得是廢話 因為 第一 基本法 現在有 那又如何 它的潛伏 它的危機 它的計時炸彈 就是人大永遠 隨時都可以吃飯 第二樣東西就是 中國在204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2047年還在不在 都已經是第二樣東西 第二件事 第三樣東西 中華人民共和國 2047年還在也好 它會不會真的 令到基本法消失 而用中國的法律 在香港行駛 我都很疑惑 我覺得 這件事是一個口號 如果你識穿 你和我的看法一樣 這是一個紡紙 是吸一堆中產 因為怕到時 基本法沒有了 土地業權的問題 層樓沒有了 簡單地說 所以你會買他這套 但這套 其實根本是不實際的 而如果你看到 黃老邪很簡單 就是在佔領期間 又拆大台 又叫人去衝 佔領立法會 衝完之後 有些人說 為什麼你不帶頭 他就說我講一下 就是推了年輕人去死 如是等等 還有一些投票紀錄 這個出席紀錄 如果葉劉是 Queen of Absence 那King of Absence 除了發叔之外 就是黃老邪 所以理性投票 有一個葉普成的粉絲 不斷在我的專頁 在選舉之前 不斷留言 不斷叫人支持葉普成 然後又不斷說我 女人仔意氣用事 那麼 那麼性別主義 是的 第一 你就不要跟我來一套 性質的那套 第二 講理性和心水清 我覺得我真的 在你之上 多很多 所以這些人 在最後 就讓我刪除了他的評論 不斷刪除 因為不要在我地盤上 宣傳你的政治理念 你可以在你自己的Facebook 做到夠 我不阻礙你 OK 這位 你說黃老邪 你喜歡他 或是不喜歡他 我們看看一件事 你看看當初 社民年成立的時候 其實 給年輕人一個很大的希望 最終社民年分裂是誰 要負最大的責任 人力 長毛的號召力 黃毓民的學問和論述能力 再加上陳偉業的經驗和組織 其實當時的組成成份相當不錯 到頭來 搞這個靈童 搞那個靈童 搞完之後 就打 然後這個樹原敵 那個樹原敵 分裂出來 就搞這個人民力量 一直搞到現在 變成熱普城 現在就散了 整體來說 在這個選舉的民主路上 我覺得他是搞分裂和破壞的成份 遠遠多於他建設的成份 但我自己以前已經跟他有過一面之緣 感覺他這個人 如果不說政治的時候 好像對其他人挺友善的 所以跟他說話也有點客氣 因為我始終還是比較尊重他的學問 畢竟他是教書 教書未必定是學問 但他的學問是要承認的 所以我不留言 你明白嗎 踩了幾條界 我踩了很多界 你沒有我這麼多負擔 我真的沒有什麼負擔 所以很容易 比較放心說話 有時候做回自己也是比較輕鬆 我最沒有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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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最敢說話 當然我剛才也說過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人 不知道我經歷過什麼 我跟那三大糞人的交手 過程的細節 你們自然會這樣 覺得你先私願走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成為一個名人 而我這個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名人的人 出了一本自傳 而提出所有內容 你們是會嚇得爽 你們是沒有想過 你心目中這麼正義的人 可以做這樣的事 因為我有一個第一次經驗 所以我才會跟你們持相反的意見 我們期待你的自傳 沒有…我不是名人 所以這只是一個講字 不過當然 我們剛才說過很多今年選舉 一些比較正面的事 例如選民的質數高了 連西環的數字也算錯了 我們看到一些曙光 但有些事還是不可以太過樂觀 例如370多萬個登記選民 投票的始終只有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還有四十二百分之六的選民 是完全懶感的 都不止 除了懶感之外 還是那個… 我不夠膽說是否技術未純熟 這次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超區選舉裡面 居然有很多人是踢錯格的 他沒有投票 超區損失了八萬票 就是因為據報 我不知道是真的有心還是沒有心 是沒有選到他說要去超區投票 分區有投票 但是沒有辦法去超區投票 他們可能是在新崩記的時候 不知道這一點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不是真的那麼複雜 這件事很可憐 所以香港選舉制度 還有很多東西真的還要再出 甚至選民自己都還要再惡補 肯定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很大的變化 但可能正是這麼大的變化 大家都還未適應新形勢 所以就是說超區選舉那裡 真的差不多有八萬票 是所謂踢錯或沒有踢到 而令到他流失了 如果不是的話 未必是這樣的比例 我玩捕爆 小心 我玩捕爆 我們其中一個拍檔 FORUM其中一個主持 探長 就是投不到超區 笑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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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笑了 因為這麼熱血的青年 這麼熱感成這樣 青年嗎 中年 對我來說 都是青年 你戴他很少 戴他一兩年 他就是因為搬了 地址沒有救測 我另外還有一些朋友是這樣的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已經四十多歲 已經做了老婆 她生了一個女兒 對 很有福氣 我都說她一動員 可以動員到八票 二十至八票的人 接著我問她有沒有登記做選民 就沒有 就說不知選誰 接著我就暗暗暗暗暗暗 接著她就說 原來她問她男朋友 原來她男朋友是知道要選的 也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 她說她每一天聽某個電話 在電台八點鐘的節目 學到很多東西 譬如說東江水 我覺得最容易令人明白的 就是東江水 譬如我接觸一些人 我問她 我問她 你投誰 她說 我中立的 你經常聽到這句 我中立的 對 別人都中立的 經常都說中立好 誰都中立的 這個世界沒有中立 我問她 我問她 那你中立可不可以不交水 你中立可不可以不買東江水 這個時候她就說 而且有些人現在去到機場 現在才開始來 間差點多了收費 她已經開始了 收費 開始了嗎 開始了嗎 開始了 機場第三跑那個 那你現在就知道了 那你不至於這樣 那為什麼你不是大陸人給呢 我真的想問這個問題 全家場是他們用的 是不是應該是他們給呢 所以不是說 這個世界裡哪有中立的 所以變成說 還有很多事情要再反思 第一 你這些蝦露 探長的蝦露 我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 你還要踩界了 踩界 第二 什麼字 第二的麻煩 好像阿養說 四成未出禮 四成二 加上那兩成六 是投入了現在的建制 加上大約68%的登記選民 要是支持建制 要是徹底的冷感 這是一個大問題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算你參選那群朋友 自己都還未很成熟 你就想想 有沒有做馬 你選民那區認不認得 這件事都很嚴重 所以這次依然有一個 很神奇的數字出現 我不知道會被人斬 你有沒有發覺 有一個很神奇的數字 重複出現 什麼 就是票箱裏面的票 測額 是很齊頭三百的 多了三百 是啊 記得上一次這個數字 給你出現過嗎 不記得 是否會被選擇 就是在區議會 臨尾五分鐘 多了三百 所以也就是說 這些靈異事件 很多 甚至那些幽靈選民 一屋十三成的那些 重複出現 也就是說 大家未曾去到一個所謂的水平 就是會關心自己身邊的選民狀態 很神奇的 你是不是區議員要做的事 裝腳應該要做的 所以整個所謂的政治組織 你向上拿光環 但是向下 你不能不搞這些所謂的心間勢作的事 講到底 你就是講人頭爽票數 民主就是講票數 你跑不掉的 這件事 這也解釋了 為什麼朱凱町贏得開巷 他真的是心間勢作 他那個區議員真的支持他 所以這個很明顯看得到 還有那個票員分佈 開始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 例如說 有些我們覺得他只不過是美女的那些 你看看他那個票員分佈 是跟區議會的Mapping 是Match的 非常過癮的 所以變成就是說 他真的做到地方的事之後 地方是會有反應的 所以先前建制派 就絕之到區議會的時候 不是蛇齋餅總會 是蛇蟲鼠的 防止松鼠組都出賣那些 不要死體貼那些 但是有效的 所以他就說 你那個所謂公民社會 今次是成熟了 這個同意走得很大步 但是那個質素 還有改善 還有一段時間 你那些蝦子都依然存在 那些幽靈署民依然存在 你的裝腳尾真是很死成熟 你那些人是不是真的 平時會和你的政治組織聯繫 那麼緊密呢 又有溝通 真的我很擔心 很懷疑 所以變成這些事情 還有很鬆散的一件事 會自發的好事 下雨場的好事 不過還有很大距離 才叫做舊坎 因為你本身已經有弱勢 設計上 你選民的弱勢 因為是賤民 人們可以不理你 都說兩條戰線 人們去了西環拜表 都拜你 就知道什麼事 所以變成這些事情 真的有得要追 另外還有 你說370多萬登記選民 但其實合資格登記 起碼有8多萬是沒有登記的 對呀 這班人又是徹底的 比起登記者 而不特別的人 更加徹底的冷感 這又是危險的 因為新增的登記選民 很多是年紀偏大的 年輕的那班 新增登記比率是低的 前年也算過數 前年計算過數 我們在選區議會時已經計算過 他的增長空間最大 照計算 因為老年人口已經去到強老之末 你再必都必不到多少出來 大概盡必 因為人們會死 不止 他的組別裡的人口 他九成已經登記了 我們也算得到 但樣子也沒有 這個衰竹精彩 很準確 就是你40歲以下的組別 大部份是未登記的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但最低的那個 18至25那個 反而登記率是飆升了 都未去到老年的比例 都是飆升了 但中間還有一大部分 就是所謂青藏年那些 沒錯 那些未到中年 肯定不老 就不再後生 這班才是香港社會的骨骰 青藏年應該是這樣 要賺食的 蕭公子 賺食還賺食 你不要說 一年投一票 你很難 四年一票 我幫他們答 哎呀很忙啊 要OT 我哪有空 那該你一輩子做老弟 你還叫我看政綱 我怎知道選誰 我連吃都沒空 睡都沒空 我只睡街了 但他們明明現在 沒空吃 沒空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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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事 是那樣 如果 那些人會這樣想 你不搞政治 政治來搞你 然後你沒有工資保障 你沒有工事保障 你沒有職業保障 你沒有福利 你沒有退休 你沒有住保障 你沒有住保障 數得大就是數不完 其實很簡單 各位各位 你只是權利 你不保障 你不去爭取 可以 所以這個真的值得擔心 青藏年的登記比率 真的跟他們的人口數字 比起來是偏小的 是偏低的 這個偏低的 依然偏低的 是啊 我經常都說 事後分析的數據 很多東西看的 你六千多億 你這個機場三跑 只是給大陸人用的 然後快十分鐘的高鐵 那個港珠澳大橋 用香港人六千多億 為什麼這六千多億 不是用來解決你的住屋問題 解決你的退休保障 解決你的子女教育問題 你的醫療問題 為什麼不是這樣 因為你不能投票 你不投票的時候 你還要按鈕鈕地覺得 人家拉布是搞亂香港 其實人家是幫你按住你的錢包 不讓人搶 那你真是與人無關的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想你是不關我的事 但很可惜你不投票 是真的影響到我 所以我才會這麼沾氣 另外也都勸勸那些 二十幾歲當選 或者是宇甲 比較年輕當選 他們真的很厲害 我們都非常衷心敬佩 但是始終政壇 都是越來越兇險 你們現在不是在街頭 進去的時候 那個對手是誰呢 是紅色的 大哥 高層次很多 那個高層次鬥爭了差不多一百年 而且是朝朝見血 朝朝狠 進去的時候 而且他不是純粹是一種威逼的 有時候是一種員工 那種理由 你自己入了局都不知道 所以請大家 惡保一下黨史 中國歷史 尤其是黨史 你不要叫他們惡保 我們每一集都說一些 好嗎 真的 兩位絕對有這個 才幹能力 以及歷史的知識 能夠告訴大家 你叫人說浪費 你叫人自己看 蚊都睡 我們每一集都說一些 包括四年之後 如果我們三位都還在 四年之後的選舉 我們也是每個候選人的政綱 都拿出來說 讓你們不要說 我沒有空 我不知道 但是說回剛才 阿傭BB說的 議政時差 你要知道 我們說到口乾 我們是少數人 你看到很多人的Facebook 會看得到 關心時事政治的事情 但你亦都會 乘巴士乘地鐵 你可以裝 我知道這個行為很缺德 但是不妨 你裝在旁邊的 在那裏播劇 TVB.com Candy Candy Crush Saga 還有不停地看 一些八婆新聞的 當然是完全 一點都沒有 香港的事證 任何的Face 跳出來 那些是無論我們怎麼說 怎樣虎口婆心 怎樣懶人包 多錢 都是不會看到的 所以真真正正 這次是支持 這個非建制派 一些比較進步的力量 都是得了百多萬 所以 所以 仍然是大家要繼續努力 真的同志 仍需努力 未至於去到革命 真的要大家繼續努力 四年後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各位 凡民也好 市民也好 因為設計上 的確在英國的兩條路線 仍然存在 人家是給了一個功能組別 給你去玩 你不玩 你是自己舉手投降 所以讓大家看一看一看 歐羅萱和邵家輝 你說要欠了很多 千票 3分之一又戒掉 不開玩笑 你再看看 周博言和馬逢角 千四對八百 你是否真的有差那麼遠 你未計算中票 你想清楚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沒有能力去挑戰人,是未必一定的 所以我又是那句,以戰論戰到最後入到立法議會,你就是數票 你民主也好,議會政治也好,你都是數票 有票你為什麼不拿? 有很多人機關算盡也好,你搞不定,活該 反過來,你不算盡機關也活該 你更活該,你自動放棄陣地,但更活該 你不能不防釁 你力戰而敗也一件事 你自己為了拿一個愚蠢的道德光環走出去,不玩 你有潔癖是不懂得玩政治,現在最頭痛這一刻 是黎張出閣來的 政治從來都是這樣的,但反過來人家的分工很清楚 所以你會發現人家是有前台有後台有裝腳分工的 所以有些骯髒的事情是另一條線去做 你前台看不到,依然保持光環 你才會有組織 我回覆一下你們,有很多人說想看自傳 想知道那兩大糞人是誰 雷黃未退休 你說了就要結帳了 雷黃未退休 第一就是不說,你自己猜 看得久就會知道 如果認識過一段日子,就知道那兩大糞人 三大糞人是哪三個 除了黃老邪剩下兩個,又是哪兩個 第二有一個捉獲Andy 可不可以說一下兩大糞人和我割席 聽清楚是我和他們兩個割席 就不是他們兩個和我割席 第二就是,我給一個訊息 你們可以追我,也不是辦法 一個是和利益有關的 另一個是和色相有關的 就是這樣 總之三大糞人都是糞人 講完 我們下一個節目 我們下一個節目 說錯的了 我只不過避免了一些juicy details 下一個節目 FORUM是星期五的 聚言堂 都是11時半 星期六是禁失不禁話 11時半 然後星期日11時半 今次不客氣了 不是客氣了,所以很認真 我們很認真地打算選戰 如是我問 那些選舉的靈異 那些人不收貨 會彈我們鐘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分享我們的影片 雖然有很多港珠 但我們也需要港珠醒一下 幫我們分享一些影片 好嗎 讓多些人看到,多些人知道 多謝大家 好,再見 拜拜